另外在吉安乡有一名年约81岁 患有轻度失忆症的老妇人 独自外出散步 迟迟没有返家 家人担心向警方报案 最后终于在一处公寮旁的草丛中 发现了这名妇人 当时已经躺了整整24个小时 手脚也都有擦措伤 索性送医救治之后 已无大碍平安的返家 吉安乡一名81岁的黄姓老妇人 患有轻度失忆症 在2月17号晚间独自出门散步 没想到却迟迟没有返家 就怕老妇人发生意外 家人急忙到派出所报案 直到2月18号晚间11点左右 才在距离家中约莫500公尺的废弃公寮旁 发现倒卧在草丛中的老妇人 握手握手握手 你握手握手 抓手 抓手 手腕 可以吗 小心 走 小心 81岁的老妇人不慎摔倒 躺在草丛中 手脚插错伤无法行走 就怕造成二度伤害 尽消合力 小心翼翼的把她抬上担架 送往医院治疗 本所在18日接获报案 有一位年约81岁的黄姓老妇人 在17日晚间出门后 至今未归 由于正当冷气团来袭 加上老妇人行动不便 家人担心会发生意外 经本所调阅 树枝入口监视器 掌握老妇人可能去向 立即发动远警 展开搜寻 18日晚间 在一处公寮旁 草丛中 顺利找到老妇人 当时她意识清楚 但手脚有插伤 经消防人员送医救治 并无大碍 废弃公寮旁人烟稀少 加上老妇人无力求救 躺了整整24个小时 才终于获救 所幸老妇人在送医救之后 并没有大碍 记者许丽琴节安相报导